剑剩死哥两剑刀 是给你整个团队压力的 对 他们这个团战效果 这边我看到卡子 小谷现在一巴掌拍在了后脑上 小伙子好好打 刚才香锅表现可是很好的 让我很舒服 来人 把这个剑盘鼠标给我抬出去 香锅的 香锅很伤 真的给抬出去了 香锅主要笑声 没把自己的东西拿下去 我们的Lemme上来了 Lemme Lemme可以说 就是新换下来的这个上演吧 我觉得是这次MSI里面 给到我们两个人 大功臣 就最惊喜的两个人选手 大功臣 他们是绝对的大功臣 对 无处不在的卡子 以及上路永远能够取得 小优势的Lemme 卡子 卡子现在也是 由于性格很好 所以也是收获了很多 粉丝的这个荒星 是的 这边的话我们看到 小虎又有话说 看一下看他上来以后 小虎想说什么 好 因为这里是我们自己的主场 所以会有一种家的感觉 然后就 今天第一次来到这个场馆 就是给我的感觉 就比之前去过的其他场馆 都要好一些 然后就感觉挺不错的 下次就直接告诉我 小虎有骚话要说就行了 我觉得有一种家的感觉 今天是我第一次来这个场馆 这个场馆很不错 我感觉比其他的场馆都要好 硬吹了一波 硬吹了一波 可以 我们这时候来到这里 我觉得也很不错 很不错 很舒服 很舒服 场馆各方面很到位 很大不行 好 今天比赛已经开始了 NOC自己这里扳掉了 全都是强势的这种线上 卢仙啊 卢仙放出来了 我觉得RG是完全可以选卢仙的 卢仙选回来去打中路都可以啊 好 这边直接先抢了 小狗的卢仙也是招牌之一了 这个真的没问题 换成了一个老牛 这把换老牛的话 他可能考虑是办了很多辅助 我们看这把办了是三个辅助 圣 查 姆 盗 团 人 那这样的话下路的辅助 剩下的只有莫甘娜了 青纲影还在外面呢 青纲影先选下来 打野的话选择现在还挺多的 其实 我想一下 这边他如果拿卢仙 真的是侠 那这是侠洛了 侠洛打对方的老牛 卡萨要上来当大哥了 要来当大哥了 我不做大哥好多年 当年我在电狼 当年就不吹了 当年我在电狼 然后小狗说 抱他卢仙安 好的 好的狗爷 很过分 现在卡萨主要在队内 应该是一个比较新的选手 新主要 卡萨现在是队内的宠物 算是食物链的这个底刀 这个底刀 大家都要照顾他了嘛 照顾一下 怎么可以让你冲锋陷阵呢 对 这种事还是交给小狗 这边要拿鹿 我应该说 这边 这边阵容挺固定的 你直接拿了一个中下 这边也是侠洛 这把两边打得好像上个版本的比赛 不是上个版本 这个是什么版本 这是S5版本 中路 中路 鹿鹿 保一个卢仙安加牛头 当时Faker就是拿个鹿鹿 保下路的笨 你还记得吗 对 那比赛印象很深 最后办得有点 有点超神的那个感觉 霞珞加清高颖 右边开团非常强 京东这边要办一些 边线比较恶心的英雄 这边是搬到一个炼金 这边RNG考虑要办的 可能要办一些手长的英雄吧 因为RNG现在 手这么短 这把我觉得也可以办乌鸦 我觉得 乌鸦拿出来的话 你别说中期还真RNG不好搞 我觉得RNG可以 RNG选乌鸦吗 对啊 我觉得RNG可以 刀妹 刀妹的话应该是办中单的牙膏的刀妹 这一把讲道理啊 刀妹这么长 现在刀妹第一轮没有班也没有选的形象 其实挺少见的 现在刀妹应该算是一个 15点顶端的阶段 对 刀妹他主要配合一些的 英雄很好配合 对 参加后续 我感觉现在京东Gaming和RNG 至少这段上比赛的搬PIG 做的都比较精彩 这边应该要搬一种CASA的 我觉得 现在上 开了开了 天使 对 可能是看到RNG最近有练这样一个套路 最近天使有登场的 天使之前应该是在欧美联赛 有在中路的位置登场 就凯尔的话现在挺适合中路 因为中路我就推线快嘛 凯尔的推线能力非常的强 剑魔 京东这边应该还是要加强自己的先手的一个爆发 所以剑魔也是未办 这里要不要给中午先玩个船长 反正打谁都好打 这里要先 先拿瑞兹吗 炎雀 炎雀很大一位置 但是炎雀种 青钢椅打野 最后还在选择 他因为已经确定小虎是打鹿鹿的 所以现在牙膏的选择选择比较多 他可以选择一个很舒服打鹿鹿的英雄 但是RNG这里可以打炎雀打野 这把炎雀还真的是 也没人选 好奇怪 这把放出了好多OP的英雄 这个打一个快速阵容 打个炎雀 是可以的 但是炎雀有个问题 特别怕青钢椅 作为一个老炎雀 青钢椅真的是炎雀的清爹 你就老炎雀了 真的清爹 炎雀现在也许就怕两个英雄 一个赵姓一个青钢椅 前六级是随便捏 还是拿到了一个效率的萌多 萌多 萌多反正打什么都是误开的 现在比较符合 但是说实话RNG这个阵容呢 RNG这个阵容的曲线 属于比较均衡的 就什么时候都能打 对 前中期比较强调 然后中后期的话就比较 我觉得还是 看拉手 哦 我觉得这个不好 船长跟那个颗猎都可以 船长还是ZOOM的招牌 之前我也提过了 ZOOM这个船长是打得非常好的 对 因为船长来讲的话 就整个阵容后期有了绝对的保障 没有船长破甲的话 其实后期你想解决萌多 没那么容易 主要还是他能跟伤害 就你要选择其他英雄的话 你这队友冲上去了 船长跟不上 其他英雄跟不上输出 但船长的话可以直接拿招 但是金东Gaming这个阵容的话 这个金东这个阵容后期厉害 但是有点脆 他又是一个前中期 伤害还不错 然后没有前排 但是中后期很强 中后期他们的伤害点比较多 这马上你挺需要蒙多肥的 蒙多如果肥起来的话 金东会不会不好打 但是他们这蛇女 再加上落的一个点上 还有船长 还是得看小狗我觉得 京东这把应该是中后期比较厉害的 对 这把RNG要打中前期的 尤其是露鲁 露鲁这个英雄 大家要知道 他在20分钟前打小团战 我觉得是最强 现在中路的一个选择 露鲁这把配个照性挺不错的 但是京东这边的中野同样很强 新疆赢家蛇女 这把的中野有看头 我只能说 看谁今天能够打到优势吧 这把还真不好说 哪边的中野能取得优势 这个我觉得是挺看选手发挥的 中野优势如果从打来说的话 其实露鲁这里线上了 一般来说露鲁线上比较难吃到亏 你不觉得吗 他本身太能活了 对 但露鲁有个问题 现在中野我发现一个位置 他比较软 是 他如果再配合一个没有 他需要一个硬气的打野 他没有一个强势的控制打野的话 他可能跟打野有个面临的问题 其实他们留不住人 是的 但这把有一个赵姓 可能还算是比较硬气的一个打野 如果蛇女跟青蛙也不是吃素的 但是没有青蛙也那么硬气 这把中野反正五五开了 我个人感觉 甚至可能右边要小优一点点 是的 而在上路对线的话 应该是纯粹五开 蒙多达 船长 就是纯粹刷 因为两个一手都是后期发力的 但是船长能支援大招在前面 但是下路对线 我觉得好像还是其中阻力 会好打一点 狭落在线上的组合 你没有莫干纳 狭落 AD要小心一点的 这边的话是卢仙 卢仙加牛头吗 对吧 不好说我觉得 卢仙加牛头 我觉得是不如狭落厉害 如果在上个版本的话 可能狭落会厉害一扭丢 但这个版本卢仙太强了我觉得 但卢仙这个版本强 也是强在他所属的装备的加强 对 就是很简单 就是我卢仙有一件套的时候比你厉害 有两件套的时候比你厉害 有三件套的时候比你厉害 你是大哥 我说了 你是哥 但是你三件套要比我贵很多 对的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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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比赛开始 RG对你京东Gaming 现在 哇 这直接是四个人错了过五千 不过还好 这里是中路路路给了个示意 选军出击 那看一下他们怎么选 哎 哎 麋鹿的小UZI 好像没有太麋鹿 太麋鹿可能就要 他又要换星了 他又要换星了 看到没有 他要打个位置 他我感觉RNG今天测试 就是搞zoom呀 真的就是搞zoom zoom这两把打得好难受啊 这怎么说 真的好难受啊 我的天哪 但是说实话 这个闪键硬换闪的话 他就是硬换 就硬把你打不舒服啊 这就是 哇 这两把zoom 这个游戏体验忒差了点 不过来 直接交逞了 交逞了 这个必须要换了 对对对 这个zoom如果没有闪现 再在上路1v2的话 迟早要被打 是的 哇 今天zoom真的是 而且你看 你看这边小明带着什么 海克斯闪现 对 这个就是如果你不换的话 我感觉你这个 应该是要崩盘的 但是招落 姐 有危险 有预判闪现 但是小五这边是必死的 小五这里也没闪 对 哇 这个预判闪可莉特可以的 有点帅 有点帅 但如果刚才小虎往上闪了怎么办 那他已经踩到了感觉 对 踩到的时候 然后又交了个闪 他也是没有想到 小虎是没有用那个闪现 完全没用 这波拿到一旋 很舒服 中了又退一波线 露露这里没有TP 第一波线 由于露露压得太靠前了 第二波线 有点小帅啊 这波可莉特感觉 我感觉很帅 就感觉你闪现也死了 不闪现也死了 有没有这种感觉啊 因为他闪 他当时闪现也会撞到那儿 你知道吗 是的 这波真的是 分锁了你完全的生物 没有活路的这波 没有活路 下路又来了 三级 我的天哪 可莉特在野靴 这个下路 动静太大了 动静太大了 渐渐速不着急 等来对比招想 暈倒 伤害应该不够 伤害还是差了一点 这主要是配合船长 这如果配合带空的英雄 这来的命又很危险 因为这二级 蒙多还没有那么弱 但这一波直接逼掉了 哎 这波可以直接越的话 如果越到了 蒙多就有点炸了 你还别说这一波有机会 因为是有炮车兵的 兵是足够扛塔的 直接TP来保 要走了要走 这边TP过来 TP过来的话 卢仙 卢仙突然觉得这个换线 好像换完了以后 青光影动就有点大 卢仙下来打 就还是要抓你的路 这波小狗好舒服啊 中路过来 中路享乐也是必须说 京东这样一个TP 有个小盾 那这样的话TP也是取消掉了 对 应该是 船长的T嘛 对 船长的T 船长下来说啥也没啥用 船长的T 就吓一下你嘛 对 就是吓唬你 讲道理 这一波京东Gaming 初期的一些选择还是不错的 两边前期摩擦有点多 但是你看换下来以后 拿到一血的京东Gaming 在经济上面居然是落后的 因为你看悠哉的补杂 应该吃了好多啊 当他TP下来又吃了两波大线 对 这样的话小狗的装备 他的战斗力在前期会起得很快啊 而且你好像想好了 我就是硬换 我说实话 这个硬换换下来 把京东这里的结构换炸了 因为刚才霞是TP到上路的 然后卢仙是回家以后来下路的 这个一进一出 冰线推过去 而且卢仙又回了一波家 这样的话把刚才的经济 又转换成了装备 在正面对抗上是领先的经济 这两把换线完全是RNG血转 这个换线换的真的是换的京东很头疼 对 中路路稳一点 然后面对一个蛇女要小心 看一下吧 看一下这个后续青钢影的一些动作 会怎么打 青钢影这边现在在野区的等级 已经是要可能要落后了 他在刷野术上已经落后两组多了 对 然后我在中路死了一波之后 因为造成太大影响了 因为造成太大影响了 这边有过大兵线 对 这波青钢影要来帮一下了 青钢影很怕对方再跃一次中 这波如果跃中 中就没了 三级 这波必须要保传长吃这波线 可以 那吃这波线还是没什么问题的 看一下萌多会怎么样去选 身上也没有不及品了 会不会选择布一波事业以后 回一波加 因为这波线足够的多 看来 这边要被视线看到 但是正面开不起来啊 由头这里的话是没有闪现的 这边视野没空牌了 我先把核线先打了再说 是的 这个可以交给小林去干 卡扎现在在野虚的等级 慢慢要领先了 最近真的流传的话都是 蛮异性就差你了 蛤蛤 蛤蛤 蛤蛤蛤蛤蛤 蛤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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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这个拖了时间 赚了 这个拖了时间 赚了 够了 别让给Casa 来这边也就是很够意思 因为还有一点就是什么 小虎又死了 小虎就出一直接阵防两次 但是 这是什么 死了以后 馅还是有人来吃的 没错 就是他 小狗又来吃了一波馅 小狗现在6分钟快气到了 过来吃不过 这里 一波绕后 船长这里是有闪现的 应该是不会很慌 直接大招 把捅的A掉 有没有人A头 哎 被调起来没了 他是有闪现的吧 我看一下 闪现 我觉得有可能是刚好 是吗 我刚及时也没注意到 要不然他应该会直接交闪 他应该的 这个位置看不太轻 他应该阵招操作应该是大招交闪吧 对 大招交闪 但是感觉大招交闪 因为对面两个人都是没闪现的 嗯 这波死了挺伤的 没看得太清楚 传长这把发育还是差啊 而且传长这波大招是交掉的 对 那的话 成长现在在上路也没什么用 对于其他路的帮助就机会为零 优雅太肥了呀 优雅这个破败会出得很早 虽然他没有人头 但他补到有点吓人 主要是三路给限制 而且每次都是他们主动换线 因为RNG如果选择主动换线的话 他每一波换线的时间点上面 都会选择自己在兵线上占便宜的 你看换了几波以后 然后现在7分多 侠只有40多个刀 把自己换了一点下 而且还有卡萨的发育很好 对 这个赵姓不知不觉两个人头了 对 这段时间打起架来 左边是有优势的 是的 那之前我们也说了 本身的阵容 RNG在中前期的优势就是有的 嗯 不过这里右边的钟也 现在发也不差 嗯 现在的话 Clead是要提升一下自己的等级 这里过来的话 已经为时一晚了 对 但是这里也是没有被视野发现 过来绕一圈 哎 这波包下路是有机会的 这波悠灾 一个5级的Clead 哎 这边三角草是有演的 看到了没有 来了来了 牛头先怼 要看鸣 鸣这边打断了Clead的武技能 这波鸣直接打对过去 打断了Clead 反正是另外一边 赵鸣来了 赵鸣赶过来 打断减速一下 这正面应该是不敢上了 因为周路的鹿鹿来得有点慢 周路的远远 牙膏这边是没有闪心的 哎 这波印象可能要炸 因为牙膏是有大的 反身躲掉了 看来一个小牛小回头 对 这一波的话两边应该是打不起来 哎 他讲道理啊 这一波其实两边处理的都比较细腻 对 一边是 鸣了 鸣在场的话还是不好抓我觉得 不好抓 青鸣刚才这一波连招是 几乎必会被迷你挡下来的 是的 卡塔这边又想弄蛇女 说你没有闪现他 我们看一下这一波 卡塔也没闪 周路和露露主要不太好配合 因为露露能够起到了帮助 需要画一个Q 而另外一边旁边 可力哥就在旁边 周路打起来 牙膏 可力哥赶过来 对 这边小伙子也被打住了 我真的打不过 周路的话能帮到的东西太少了 而且这还是在一个对方蛇女 没有大的情况之下 说实话从英雄选择 还是蛇女跟青鸣也更厉害一些 这露露这个英雄他的伤害能力 伤害能力还是不够 哎 牛头提前落位 绿毛也紧随其后 这波应该是保露露突完线以后 就准备要去别的地方干活了 这边TP到下路继续来压制霞 露露露露太肥了 等级也很高 卡塔这边开始入侵了 全场的联动现在 怎么说新的版本嘛 这个版本全场联动打的是 比原来要多得多 现在除了半天没有给到青鸣的下路 哇 杀小虎 大招有没有 谈飞 满场支援大招 变一下牙膏第一时间跟不上 哎 一个盘盾 牙膏这个时候两个头 京东的中野开始发威了 我们最近说过他们这个中野是很强势的 而且这边卡塔是过去反掉了两片野区 但中路 露露这个装备也没办法 直接是裸了个水银结出来 他在正面的斗站上面 没有什么帮助 赵新又要来了 这边看到了一个阵眼先打掉 这里耶 京东对面顶了一波 这一波挺好像 抵住 抵住往后拉 第一边没有扫 但是闪现过来 又三还是拿到了辅助的人 好 这边反正剩下心底盘 罗云克扫残 罗云克这一波怎么办 要等明 要等明 明这边呢 没底下了 这一波应该是可以跑 看一下中路有没有过来支援的意思 好像并没有 这一波的话 RNG是在下路斩获了辅助的人头 不过现在整个的局面还不好说 因为现在京东的中野非常的肥 对 而且在交战起来的话 限制能力上还是京东的中野更好 现在RNG不能打中野了 现在中野路这条线应该是要被放弃的 还是要主打下路 因为你如果照性配合路的话 你其实杀不了人 这两个说白了 他没有硬口 而且伤害也不够 说白了 现在伤害最强的应该就是这个卢歇安了 看一下回家 这一波回家还是没有破败 现在十分钟 这一把如果破败能够 就是比原来早个两三分钟做出来的话 这卢歇安应该要带全场节奏了 左边卢歇安 右边蛇女 现在两边的输出点都比较明显 小明在这里控制一下中路的视野 也很怕小虎再被抓 小虎这把日子虽然过得比较惨 不过还好他就是一个露露 还好是个露露 露露日子惨点都惨点吧 对 对 待会能把辅助的功能性装备做出来就可以了 对 而且这一边其实牺牲露露一些的发育 绑的也是UCI嘛 就中路这里确实 牙膏的压制是完全给到了 这边这手蛇女选的效果是完全打得出来 两边这把的打野节奏带都非常不错 人头都是跟打野有关 而且刚才其实小虎几波硬上 其实现在再去硬上蛇女的话 已经没有意义了 接过来揍露这个小虎先锋 看一下萌多过来干扰一下 还不错 你走 这个时候萌多船长是与世无珍 上路就去刷 而在下路的话 幽带已经做出了破败 这个时候RNG有一波节奏点是下路拿塔拿龙 但是中路小虎 这边小虎的话 还好手里没有硬扣 赵老师也在旁边 这个RV2其实如果打起来的话 我觉得今天肯定会赢 对 完全打不过了现在左边 但是河道士也控的不错 因为很简单就是现在路根本没有伤害 是 你照性打伤害到后又会被蛇女实话 这波不能上 上了的话要出色转接 哎呦 太帅了 不如这波赫撒个人的大招 太帅了 也就是第二波 躲掉蛇女的大招了 狗利的这边上不去了 有闪现 有闪现的话应该能跑 萌多在下面等吗 哎漂亮 这一波克力的选择也很正确 下路拿塔了 突然一波节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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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萌多直接开大锅 来逼了一波船长的走位 把金东这边最肥的一个点杀了 狭五千锋也可以拿下 说实话 好自信 这两把其实RNG的打野 前期节奏太好了 对 而且现在直接导致什么 小狗在下路是为所欲为 这样的话金东就难打了呀 难打 前期的节奏点RNG把握住了 一个塔 中路把对方最肥的一个点遏制住 然后你拿了个狭五千锋 哎 这边如果再加一波可力的话 金东有点小崩了 但是这边又在 看一下可力在这边 如果打这个三老的话 这边有闪现不过的 应该要蹲蛇女 难道是想蹲蛇女的元 哇这波还要杀蛇女 想法真的很多 哎这边后面是个特局啊 阴差阳错呀 要杀了 哎 没有 这边是看到了 刚才因为小明这边开始动 这波伤害有点高 还要喷 挂了一个虚弱 这波卡塔应该要挂了自己了 这一波卡塔在干嘛 这边是有大招的 这一波是金东一个机会 但是可力在冰头上 骗掉了路路的闪现 这一波克力做得很好 直接把路的闪现给吓出来了 哎这一波说实话 我觉得卡塔上了有点莫名其妙了 这波卡塔是比较尴尬 你知道吧 他刚才是想动蛇女的 但是老牛跟卢西安那边 开始打那个金刚引擎了 老牛和卢西安技能已经没了 所以他们目标一看 哎打的不是一个人 卡塔那边决定撤 但是已经撤不掉了 因为小姐那边已经跟上他的技能了 这一波卡塔等于说是阴差阳错吧 这一波还是一个比较严重的失误 这个都很肥啊 给zoom拿到了 对这是一个比较严重的失误 嗯 这一波的话是金东 抓住了这一个很难得的机会 也是个大节奏吧 这一波直接反打 是拿掉了小龙 真的是一个大节奏我觉得 但虽然说刚才是拿掉了侠服先锋 但是这个侠服先锋 究竟能够帮RNG再打出多好的优势呢 还不好说 现在RNG真的是急于在前期 扩大自己的优势 因为现在卢仙这个点的战斗力非常的强 是的 下路过来要包这个塔 蒙多很难跑了 蒙多被抬起来 哎呦 这波被挂了点燃 真的是差池难跑 这个真的是大节奏啊 金东对面马上击二连三的组合拳 是把场子全部找了回来 那另外一边的话 小虎先锋没有放吗 哦 放了 一般现在小虎先锋的用法就是 当对方聚集多人拆你一度塔的时候 直接丢中路配合中单 这塔就可以轻松拿下来的 小虎先锋现在真的厉害 拿掉还能队一大 哎 下路还没拿掉 第二个塔可能要被打 要打一下要打一下打一下 这边是没有大的 一半的血 一塔换一塔 整体来说的话 二人进去止损 哎 上塔这里 上路也可以拿一个 因为现在优哉单打能力太强了 优哉等级好高 这样的话看一下 京东在这个时候怎么去打 其实京东现在我觉得他们还是 可以慢慢往后拖 完全可以打 因为现在 可以地战打 因为RNG这个阵容在现在这个时间点上面 离他们能够制胜的优势还差得远 对 因为现在对面的 首先中路的牙膏有作战能力 然后上路传掌一个大招的支援也给得到 下条火龙很关键 下波火龙我觉得京东可以放 下波火龙应该是RNG必打的次元 是的 而且现在我觉得小虎的装备太强了 也是RNG这个时间点没有打得优势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现在其实RNG的输出点的话 首先就是优哉 另外的话其实就是赵庆 小虎这边总算是把回身做了出来 但他还需要一些的这个辅助装备才可以 对吧 我们想一想 如果一个很肥无解肥的一个优哉 还配合这个鹿鹿 能不能在中后期刺到一个 打打五个的能力 有点难 青钢影如果就想好了大你的话 其实你的操作空间会下降很多 主要是卢西安的手就比较短 对 再加上还有一个蛇女的腹地一样 其实卢西安在后期的辅助环境不是很好 咱这位置 不过这几兄弟 哦 洛也来了 那的话来那边有点危险 哦 还抓了一个闪现 很漂亮 在那边骗到了洛的一个大招 这个就没办法了 不过 不过现在蒙洛的发育是屡屡受阻啊 作为RNG后期的一个保障 现在蒙多了装备 还不足以支撑RNG的后期 这边RNG是马不停蹄赶到了上路 他们也很清楚 短暂的优势其实必须要把握住 这一波Zoom反应很快 直接往后走大招清兵 很漂亮 而且这种打法还有一个问题 你看辅助的等级太低了 两边都是辅助去游去帮忙 然后导致他们现在辅助的等级异常的低 两个桶子给A掉 一样难受 而且你看 虽然说小狗的等级很高 但是对面采用了同样的策略 Local的等级也很高 同样是达到了11级 对 再加上本期的经济 也没有那么大的优势的情况之下 其实现在正面 你不好说RNG打团有十足的把握 甚至正面打团是一个 无限接近五五开的局 下一波火龙团很关键了 火龙团我甚至觉得 京东gaming这一波可以接 还是有点难我觉得 因为现在AD跟上单位 京东这边不厉害 京东是终于也比较厉害 下波火龙团RNG必须要拿下来 如果拿不下来的话 这把挺难的 看一下Local这波火龙团出什么 小狗这里的黑切已经 两件装备了 这都得快啊 小狗装备还是肥 说白了就是这个 这个 这个霞的装备贵 对 他想出两件套三件套 下波火龙团团团 这个赵线 记律性很好 直接拉回来的 到达十一级 小女过来 现在RNG还是不怕跟你接 下路蒙多代谢 已经要带到二塔了 这一波是必须要派人过去防守的 对 那你派人过去防守 他RNG利用这个时间 可以稍微做一下 蓝Buff野区的事业 船长 我觉得京东要打的话 还真的要等船长 跟这个霞的装备 能起来才能打 现在的话他们就B战 很简单 反正拖到后面的话 我这边输出点多 即便RNG这边有一个蒙多 但是京东这个阵容 打蒙多不慢 蛇女也好 还有落的点燃 包括船长的一个穿透 其实打蒙多真的不慢 所以京东现在需要做的 就是就往后拖 而且蒙多这把又不肥 对 蒙多这把是属于一个 太正常发育的蒙多了 能分到的就是一些团队 这边又要抓 但是这个位置 到底是谁抓谁 船长这个 小海狗 但是蛇女陷下来 这波速度打得很扎实 卡塔这边要被打对了 卡塔应该是被秒了 这边还可以继续追击 来自密 来自密被抬了起来 而且在这个位置的话 哇 大家要盖到上面 有小狗也被撩了下来 可力的 这边配合中大打双杀 小狗怎么办一打四打不过 这一波节奏炸了呀 来自密在这个位置很尴尬 只能往后溜 所以我说嘛 这一波我觉得京东是甚至可以接的 这个时间点上没有觉得 RNG打层有绝对的优势 这波主要优灾不在呀 优灾不在 其他人没输出 直接是提皮回家 这波京东主要是蛇女先下来 两边战斗力最强的点 京东这里先到场了 打了一波先手 理论上来说 这一波打完以后 现在京东Gaming需要做的一件事情 是中路推一波塔 然后把视野做好拿火龙 这波火龙如果拿到的话 这场比赛的胜利天平 已经完全向京东Gaming这里心血了 这波还是我觉得 RNG的中野有点自信了 他上去找可莉特的时候 他没有想到那边有个视野 可以给京东打TP的 对 所以在当时上的那一瞬间 可莉特瞬间选择反打 然后落下来两个TP 那比RNG的C位进场早 然后打出的输出 当然比RNG这边足 是的 小狗来的时候 对后已经死光了 已经死光了 可能就因为死了 对 这个时候下来 基本上自己也是要死的 这一波讲道理的话 应该是最关键的一波 但是RNG还是要硬拿这波火龙 京东那边没有占这个火龙吗 对 他们是回家更新装备了 因为他们其实这一波的话 装备都没有更新 这样的话两边都是两件套 但其实这个火龙的资源的话 这一波也挺关键的 RNG必须要拿这条火龙 拿他条火龙 但刚才这波是打了一个零换四吧 现在这个局面很难说了 真的很难说了 因为现在RNG的输出点 太依赖UZI 刚才明显看到UZI如果不在的话 整个正面战场 甚至连一个青钢椅都秒不掉 是的 而且我觉得现在的话 京东给命 应该是更加占有后生的可能性 他们后期厉害 对 就是现在你明显感觉到 UZI想在团队里打伤害的能力太差了 这波团队打得太炸了我觉得 一个船长的筒子 船长的大招 蛇女的腹地 旁边虎视眈眈的落 还有虎视眈眈的青钢椅 其实对于卢西安来说 他在团队里想打出爆炸伤害 太难了 他的输出环境很差的 对 输出环境太差了 这把就是RNG要滚优势的意义 但是在关键的一波团队 他们输掉了 对 现在其实是京东的小U了 不管是经济 你看他们现在京东是落后两个塔 他们现在是领先 我觉得现在就是京东的优势 现在局面的话 应该是一个六四开 这波团 甚至比六四开还要再多一点 这波团队还有点爆炸 不过好消息是RNG拿了条火龙 但是火龙 输出点少啊 输出点真的少 就是优胆不在的话 这个团队是打不了的 是的 现在我们看一下 这个时候京东做何选择 然后这边回家更新装备 如果霞做出两件 甚至三件装备的话 他们是不怕了 这里的话中路啊 就清一下线 而且小虎也要等他的 这样一个辅助道具 香炉只要得做出来 是的 龙东现在是两件套了 但是现在你就算做出来 还是我那个观点吧 就我还是比较我那个观点 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小狗的输出环境不好 即使你做出来香炉 我觉得也很难受 小虎我看下现在的一个经济对比 哇中野位置上还是 中单这个点上还是落后的 那边神女是五个头吧 我记得上单的话 也是由于那边 船长的一个特性 然后打了一个经济领先 而且现在露露的作用 他本身就是一个 他20分钟以前要有作用的点 结果初期崩得太厉害了 导致他现在团战里面 是没有什么作用的 要难受 包上来 现在京东给敏 就可以主动求战了 现在RG的团战真的很难打 包好做视野 自人做视野的话 正面RG是不太敢上去打的 各种什么蛇女 青钢瘾 这种你是没有办法的 然后船长又可以在无限发育 船长发育起来 你也是后期是很难解决的一个点 已经开始主动求战了 主动不适宜 现在卢仙两件套的伤害 其实还不够看说白了 是的 而且他第3架还补了一个水银 为了增加自己的输出环境 但难啊 现在京东就是刷刷刷 然后等霞的装备 然后船长的装备再好一点 他们就可以接团了 是的 其实他们现在接团已经有能力了 但他们也不着急 其实就跟上一把 我觉得RNG那个情况 完全反过来了 完全反过来了 他们这把是不着急的一方 前期需要拿到优势的队伍 没有拿到足够的优势 反而RNG现在是非常着急的 露露的话 他也在做自己的后续的装备 赵姓是三项 京东队里的话 等青钢瘾的三项有了的话 他们的输出真的好爆炸 现在感觉RNG也在寻找机会了 他觉得盲目的开战 其实自己容易被对面反手 嗯 而且萌多确实这把一直在被牵扯 被扫到了 萌多确实这边打招的作用不大 可能被船长炸个桶子就扛不住了 而且船长这边出装 出装也很灵性 血手先摸出来对吧 至少我不怕你这个时候突然找我打架 然后我再考虑后面的一个树 后面的一个怀孕头 这边想动蛇女 我们看一下能不能揍一下 来了 结果直接上大招定到 直接定到两个人 这两兄弟没伤害呀 真的没伤害 这边反打卡塔一个大招 是不是很多伤害 这边青钢瘾进场了 要杀卡塔 卡塔这边撤了一个路大招 但是青钢瘾大招已经落下来 卡塔可能要被秒了 24分钟没有打野 很奇怪就是 为什么RG一直这个中野 就想动对面的蛇女 非常牵强 我觉得几波上来的话 明显感觉到中野是没有伤害的 对 伤害是不俗的 再加上这一波你没有赌到 蛇女的大招的话 你是没有办法击杀掉它 这边的话再把上路的塔拿下来 这一波直接是打着自己中野的双闪现 再加上一个大招也没了 直接开龙 换中路还是过来强行守一波龙团呢 这波龙团感觉RNG好像也接不了 强行接吗 强行接吗 伤害不够 这一下感觉 龙团 龙拿下来了 精通25分钟 通过一波击杀打野 你也阻止不了 真的阻止不了 真的阻止不了 我说话这一把RNG打的 和上一把就是完全反了过来 我觉得还是下路那波太伤了 下路那波本来是他们一个阵容强势期 然后本来是很顺利的打团拿龙的节奏 但是突然自己是死了 虽然说是拿掉了那条火龙嘛 但是整个的节奏完全交给了京东这边 是的 很奇怪 这把的节奏相对于上一把没有那么紧凑 再加上初期所有的点 全都是集中在打野的位置上面 然后中路崩了之后呢 中野的配合屡屡受挫 其实RNG整体的节奏是 没有人来带动这个水球的滚动 而且现在正面的打团 可能可以说是京东跟面 催哭拉手就可以解决掉了 优势很大 他们现在伤害很高 Masa这个位置感觉要被留了 好 大招先扫出去 直接过来惩戒一下 没有用 跑不掉 跑不掉 现在进攻是随便打 真的随便打 随便打 现在正面的话基本上 硬打一波 RNG想要去反打成功也是比较难的 因为伤害点是不够的 这个蛇女的优势太大了 蛇女现在伤害太恐怖了 是的 而且你看小狗这个装备 两件套16分钟 16分钟还是18分钟 还是不够看 然后到现在的话 出了一个水银时代之后 一直也是很难把自己的装备更新出来 火龙也被拿掉 这场比赛 现在RNG翻盘的概率 我觉得有个两成 最多了 最多两成了 很低很低了 28开 这场比赛目前来说 应该是一个28开的 28开的 我们看这一波 其实两波我觉得都是 钟也错误的估计了自己的伤害 太勉强了 所以就上去打不死很简单 而且你也没有看到对面的人在哪 你表现真的很好 这个上去打瞬间就形成了一个2打4 就算你秒掉了蛇女 其实后面你这两个人也要交代掉 嗯 就是最好最好的结果是打一个一换二 对 看现在这个局面吧 这里船长三件套 然后霞的话马上无尽也做出来 蛇女的装备就更不用弹了 反观RNG这里的话 其实只有门多有一个三件套 其他几兄弟的装备是完全不够的 躺不住 伤害点也不够 人家这个位置想利用海洛斯闪现 打一波先手 他们现在也是只能依靠这种机会 去找一个抓单的机会 或者说你多打少的机会 绿毛嘛绿毛往后拉让反打了 这一波可能是个爆炸团 如果踩起来绿毛被换掉 但是赵姓也倒了 又在在这边很尴尬 可能要被直接追死了 就吵吵过去 真是一点一点红都不够 新冠也盖大招又在被踢掉 那张的话京东有可能一波直接结束 比咱因为没有输出啊 因为有大龙buff吧 这一波直接过去配合着小兵 金东这把打得确实漂亮 打得很好 这把中也太carry了 对 这也不愧是我们第一场 说到他们现在任性 如此强的一个点吧 他们这把中也首先英雄选得好 前击打得也好 对 开得太快了 回家TP过来保一下 这一波有一个高等级的蒙哥 回来做一个防守 感觉有没有机会 先杀掉了一个clade 但是正面的话 好像有机会 追不了 追不了 有蛇女 有机会怎么追啊 这不是追 反正就守住了 守住了 没有被一波 对 因为这一波的话 洛也是张富国过来 上洛是带掉了一个塔 这个好像 他们自己也觉得 没有办法一波了 所以说分了一个人 去带上洛到二场 可以留 反正打到后面 是越来越好打 对 刚才在装备不落后的情况之下 都已经是很难打赢团了 但现在的话 经济已经落后到了8000 正面的团家RNG 现在已经是一个19开的局面了 这把RNG可能 唯一一个失算 就是没想到这个蛇女 蛇女打得这么快 对 结果过去 想看牛头 牛头开启大招 这个时候萌多踢拼下来 蓝特命还是挺肉的 对 蓝特命也没什么技能了 牛头反正一个二连 是把可莉特给秒掉了 还不错 可莉特的节奏稍微断了一下 蓝特命的装备有点好了 三件半 这个时候 对 蓝特命得吸收很多的伤害 或者说吸引很大的火力 才能给队友牵扯 可能足够多的输出时间 因为如果输出时间少 输出环境不好的话 RNG的输出是不够的 哇 这里直接是放了大炮车 下路想要 趁火打劫 直接拿下下路高地 老牛在那个位置 挺想去从侧翼杀进来的 但是也被看到 下路还有个大炮车加强 轻刚一从中路赶了过来 这个大炮车没有排面 没有人去保他的 直接被一个圣枪棋扫掉了 但是中路的超级兵又进去了 很难打 现在正面真的很难打 只有那种十分之一的几率 但你说你看到谁呢 把蛇女秒了 还有船长 还有霞 霞这一波回来已经三件套了 这反而是京东更运阵的 三核已经成型了 对 三核完全进入强势期 现在经济还领先 轻刚一在侧翼 哎 莱泽米这边这些 血量步骤直接开大招了 那的话京东可以撤 等莱泽米大招结束 然后再上高地 不过现在的话 莱泽米已经是一个17级 三级的大招 CD也比较短 开大招逼你一波 东这边是直接往后撤了 他们觉得上路兵线不好 京东打的也是跟上马RNG一样 就有领先 然后阵风后期就强的时候 他们也不着急 不着急 因为大龙快刷新了 对 这两把 半的一个大龙 确实感觉两支队伍 在有优势的情况下 处理的都很好 往上这边四件套 难打 现在对于RNG来说 就是两个字难打 我估计整场比赛下来的话 RNG就是 他正面打起团来 他们往往都只能以防守的姿势去打 想进攻太难了 而且对面这伤害感觉都是AOE 对吧 对 在精通游戏里的伤害全都是AOE 你不要指望一个萌攻能吸收伤害 因为AOE稍微蹭一蹭 就把你这里的人蹭得差不多了 这边是春哥上单学手 打团有春哥这种东西来绑 对 幽灾他现在的问题是 他要打非常多轮的伤害 不像京东我就一波 我可能就直接把你一两个灌死了 是 幽灾他现在输出是比较线性的 但是RNG阵容他们问题是 没有爆发输出 他们根本秒不掉人 你这种线性的伤害 一个不小心被京东给你这里 任何一个人的技能蹭到 对 可能他们唯一一个救命到头就是 让Let me扛够多的伤害 然后给幽灾打出够多的输出 但是基本上很难 因为他们的手不够长 反正京东这边的手长 现在是有优势的 现在京东想控这一条大龙 拿下大龙的话 基本上可以一波结束比赛 霞罗后加继续根据自己的装备 霞里边是做出了小青鱼 看下后面这一波两边的 闪现状态吧 应该都是同时好 幽灾以及这边Klee的zoom 绿毛 闪现都是快好了 Klee的还在这边蹲人 Klee这个位置怎么这么远啊 他在蹲谁呢 他就想打一个大龙的包夹团战 但是RNG现在并没有走到 他想要的一个位置 挺难打的 这边直接过来 先大龙落位 看了一下有点放好 而且关键视野现在完全是掌握在京东Gaming的手里的 打得非常的快 有这个看这个 一半学已经没了 蛇女 蒙多顶在前面想去开这波团 转上路啊 这个时候京东 你又远转了 Klee的已经去了 上路已经去了 那这样的话RNG陷入一个两难禁地 到底是守上路还是打这波团 Klee的在上路 来的命在这个位置 这边要开了 哇 这边有很多人往后拉 然后这边要反打 但是这边 跟莱特米两个顶在对前线 哇 这是个机会啊 小路上还在分开上 这里他中断死了 露露也是被这里的青岗影切掉 好 霞没有W到 Loken还没有死 又在这边想追Loken 但Klee的要来了 Klee的要来了 还没好 要回头打吗 一击登过去 还是追不上 W打到 老海不瘦呀 而且这个时候和青岗影硬钢的话 他们还不已经打得过 好 青岗影有春哥的 战队非常的差 给后排啊 哦呦 直接杀佑丹 你做得很好 直接把Clee的顶飞 RNG抓住了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 这里要放分针 但是船长马上过来 这波RNG应该要撤了 说实话RNG已经开了一个完美团战了 哦呦 又被老牛顶下来 但是老牛还是要死 又在虽然活了下来 很勉强很勉强 即便RNG开得非常的好 但是阵容与其精力的劣势 打了一个三换二 对 还是一波 换了一个春哥 莱子蜜在这一个时候 没有打到马上好 这里的话青东还是想打一枪 想打龙的话赵姓已经复活了 这个时候赵姓给他战场的速度很快 牙膏有GP啊 诶 强行杀一个萌多多 可能会成为一个伏笔 这波RNG要出声了 然后拉 牙膏GP过来怎么办 哦 这波RNG过来 等一下 能不能跑上呢 又在 又在 哦 又拉开了距离 莱子蜜啊 诶 赵姓又逃有没有 哦 这波RNG团长拉扯太漂亮了 但是青东也很实距 没有硬追 哦 这个莱子蜜太狠了 莱子蜜真的是RNG后期的 唯一一个翻盘点 但他真的站了出来 唯一支柱 唯一支柱 不过当这一波的话 青东确实也做得比较糙 在克里特不在的情况下 被老牛顶起来太多人了 哎 小鸡还这个大龙啊 看起来 哎 这波 开这个龙了 这波还没有有机会 有机会 但蛇女在下面没有回家 这个时候亮起来两个TP 要包这波大龙团 这个时候船长大龙拿了 大龙炸了下来 江湖的选量太低了 哇 这波大龙感觉RNG要炸了 RNG这波非常的危险 大龙拿下来 先秒谁 这边大龙是给了幽灾 幽灾一脚被提了半血 完了 这边落进场 幽灾被秒了 哇 游戏结束了 RNG是输死一波 想拿到这条大龙 但是振兴太差了 对 没办法 你想要去拿龙的话 你这样一个阵 就是没有办法重新打回来了 对吧 没有想到 居然在最后的阶段比赛 还真的出现了一丝悬念 对 这真的是十分之一的机会 就是那个机会 野区在这一波抓完了以后 后续的一个蜂蝶效应 复活时间30秒 这一路不会被一波 不会被一波 因为还毕竟有一个萌多 可以在这里扛一下 过了一波了 一波了吗 没输出的 萌多这里的大招 有大招 萌多上去硬扛 萌多能撞到齐 好 有鹿鹿 藏住了 莱特命 萌多命 回不回得起来 来了 就能进场 三个人 但是输出现在还没有 鹿鹿在侧翼 这一手对面是五颗残血 哇 他真守住了 守得住呀 因为毕竟一个萌多还在这里 这一波的话 萌多命真的是硬扛伤害 其实感觉京东方可以直接拆 拆基地呢 但是RNG现在云来一波机会 明天没有闪现 应该还是追不上 追不了 追不了 想追的话有点想多了 这边可以回家继续修整一番 打下一波团 但是讲道理 这一波打完以后 RNG只是把时间点 再往后拖了一下而已 这个萌多太肉了 我觉得现在京东可以转换一下思路 路由那个大招给的很关键 真的没有必要打这个萌多命 萌多命现在真的可以吸收京东 大概五到十秒钟的全力输出 这样的话 其实就会给悠哉很大的一个输出环境 悠哉现在已经是 差最后一件装备了 比赛现在还有一点悬念 还有悬念 还有一丝悬念 这真的是RNG 大概就真的是0.5成的机会 他们打了三波团 居然都扛住了 大家上了这一波 路由给盾 直接上去开大 先开大招 开W的顶上去 然后路由这招 残背三人 这个招往后拉扯 因为我们虽然看感觉萌多快死了 但是萌多水量掉那么快 是因为对面一波技能的爆发 技能爆发完了以后又有空窗期 空窗期的话就 没有伤害再来补足了 现在的话两边基本上都是神装 现在要看两边春歌情况 可丽子这边春歌还有三分之一 团队小狗现在是不打算 不打算做春歌进行装备了 对 他肯定是不能做了 现在真的要靠 莱特命翻盘 莱特命必须要在团战搅局 现在京东我感觉他们有点 没有想清楚这个团战应该怎么打 感觉他们每波团战都浪费了太多的火力 在这个门多身上 其实不急吧 他们在正面这种牵扯 筒子炸一炸 其实你正面 其实他们是没有必要着急的 但是这几波团战 其实急得已经 真的是京东着急了 刚才那几波 其实二人计是自己在野区开离过吗 这个团战打得真的好 团战确实打得好 而且路上这个被动点筒子 还真的是挺舒服的 对 但是上路有个青钢影 青钢影现在是一个带线点 Zoom是在正面战场 用筒子消耗一下 对 青钢影一位一的话 现在没有这边能够去干扰他 现在京东标本 应该还是要等这个青钢影的春哥 但是鸣 鸣我们就去到这边有闪现了 但是RNG如果追上去打的话 可能也不好打 我们下了一下 没有下到 追上去打主要你第一时间 不一定能秒得到人 因为追上去以后 船长的大招会马上落下来 形成一个反打 对 他们在这边呢 开不了场 诶 正面上来是硬搞吗 诶 这边是鸣有机会 诶 神奇绕号没有伏地 诶 这边被炒粉到了 这个路太关键了 明这一波机会没有把握住 又在这边滑上来 赵兴也想开团 这边要杀绿蒙 绿蒙差一丝血 没有倒地 明的话也是一丝血 龙多直接开打 然后卢西安能不能拯救 钢影 青钢影在拆架了 青钢影 完了 赵兴被杀了 青钢影这边继续在拆架 萌芽已经倒地了 击电 青钢影一脚一脚 踢到RNG的心脏 展现过来 哇 又是一个二七角 确实还是一个一九开的局 你这个谁也怪不了 这场比赛的话 RNG拿出一个 需要在中间期 拿出绝对优势的阵容 但是他们在中间期的经济 始终没有拉开过 对 从那波打炸了 炸了那波想杀领 然后那波打了一波0换4 我觉得中路是个问题吧 中路被侦顿太惨了 而且几波和赵兴的配合 都是让对面的蛇女拿到的人 中也怎么说呢 还是有点被斗了 被斗 你明显看到 蛇女跟青钢影是一组 更强势的中也 对 但是不得不说 这把安静的后期团长打了 是真的 真的有点厉害 团人确实处理得很好 但是我觉得 还要在整体思路上吧 京东这场比赛 是上次展示了 第一场比赛 那些来回的拉扯 我们跨了些点 全部都是为什么 对 表现得很好 这把牙膏打得好呀 他们最高的经济差 还拉到了2400 对于这样的阵容来说 显然是不够用 不够 完全不够 完全不够 他们那一波下路 林焕四真的上了 那波林焕四 基本上结束了 对 这把牙膏的表现 是非常的精彩 要牙 而且最后一波 明那个绕后 真的感觉 已经要出手了 最后的机会 被这个洛职业一个魅惑 绿毛最后一波团战 也是非常的关键 如果刚才那一波 牛头回去 能够二连起双C的话 其实打到这种大后期 如先的伤害 如果能上去灌一套 有机会 双C应该能秒 就等于说最后一波 如果明真的走到一个很好的位置 我觉得至少有个三四神的机会 打一那波团 对 打一那波团 后来说嘛 被落魅惑到之后 那一波团是零胜算的 然后后面又有个青青青 在那里偷家 就把家给偷了 对 这最后一波团战 而且是誓死一搏吧 我觉得最后几波团战 他们京东其实稍微很着急 但是经济以及阵容的优势 还是让他们有惊无险地 拿下这场比赛 这个阵容在后期 我觉得真是你没得翻 就是本身的后期阵容 在中期还拿到了优势 对 但目前来看 尤其是选择 双方都选择一个常规阵容 就是我们老式的阵容来看的话 这种阵容面临着一个点就是 你落后了就是落后 对 首先你阵容落后 其次你经济在落后 那你这种双落后的情况之下 你的胜率就一成 了不起说了一成 所以说的话 这一生还没有能够抓住 是的 王安吉这把的话 选出了一套 其实我觉得两杯又掉了一个个 掉了一个个 王安吉这把选的像 金钟上马的阵容 前中期很厉害 然后在中野方面的对抗 比较偏弱势一点 然后被对方抓住了 那你在前中期 优势阵容的情况下 你在前中期就没有打开优势 反而被对方在节骨眼上 在卢仙安两件套最长的一波 节骨眼被别人打了一波 零汉四 是的 那一波很关键 那一波是卢仙安最长一波 其实我们在前面一直说 卢仙安两件套是要 是要比对方厉害的 但是一旦你到三件套 四件套 五件套的时候 纳霞 包括船长 蛇女 就接管比赛 还有一个同样的问题 就是这个阵容上 犯了我觉得和金钟上 第一场一样的问题 就是你作为一个中期 需要强大优势的阵容 你在中期的开战 你还是只有一个老年 对 对吧 你指望每次 露露和赵姓的配合 露露和赵姓的配合 明显感觉到 在露露初期打出劣势的情况之下 你基本上伤害是不可能够的 露露是真的没有伤害对吧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数一场比赛 也算坚持了很久吧 后期的拉扯包括你刚才说到了 后期团阵上的处理 做得很漂亮 但是对于这场比赛的结果 是没有任何更改的可能 我觉得安静就这把是两个点吧 一个是钟也在前期的对抗 没有打好 另外的话就是那波林焕四 对 这两个点让他们吞下了失利的苦 好 来看一下MVP 给到了这把可莉的露露露露 但那个应该是一学的时候 我就觉得他那波操作有点吓人 有点吓人 状态很好 状态太好了 好 青钢引二级 三级 他那两脚 一脚一个易血 下路一脚是逼出了一个闪现 对 基本上来讲的话 感觉今天京东的一个状态 第一场三顺输掉了 他们的状态依然很好了 很不错 今天是要把这个主场魔咒 发挥下去 哇 这个还是有悬念 真的有悬念 那这边不知道 有没有人员上的一个更换 我们就要稍微等一下 这个前面的一个通知 其实第二场比赛打完之后 现在双方再次回到了同一期望线 赛点局了 就看谁能够获得今天 这个比赛的一个胜利 是的 感觉在今天的BP上面 说实话我感觉京东挺抓版本的 挺抓版本 因为在两场的BP 我们都说了 在拿下来的时候 我们都说京东在BP上面 拿出了版本很不错的一套阵容 第一把的话 可能是由于前期的一个换线 他们没有做好 其实第二场的换线RG还是优势的 对 第二把换线 还是把优待换得无解肥 对 但是阵容上确实有差距 就没办法 而且卢西安相对于卡莎 他们的作用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 卡莎是一个到三件套以后 对 你时时刻刻要小心这个阴神 就卡莎是一个值得四宝一的点 对 但在这样一个版本里面 没有人会去保一个四宝一的卢西安 这个版本太不适合卢西安去四宝一他了 好 好 这边我们都要消息 这个下一场RG主动选边 全是选择了蓝色方 然后上野又做了一个更换 现在卡扎和赖币很不开心 那期待一下吧 双方的决胜局 到底谁能够拿下今天BO3的胜利 这个片子 就知道了 那边看 我们来看 这个片子 对 这个片子 就知道了 这个片子